《圣经》 《圣经》里的宗教节日 首先我们来复习上一集课程的内容 上一集提到我们要来认识一些犹太历法 西方人对于时间的概念是属于线性 而历史事件节日只是单一事件 而犹太人对于时间的概念是类似于DNA双骨螺旋体 一骨是属于神 另外一骨是指人类的历史 任何在历史上的事件会重复 但更重要的是 在我们时间的流程过程当中 我们要时时刻刻的与神相遇 与神有连结的关系 犹太历是属于阴阳混合历 没十九年七润 那为什么犹太人的润月 必须放在雅达月和尼赛月之间呢? 这是上一集我们没有提到的 为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配合农耕的使令 因为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讲是大麦收成的时间 五旬节则是小麦收成的时间 而祝彭节则是庆祝其他农作物秋收的时间 使令在这个时间开始要进入冬天了 为了配合这三个重要的节级 所以犹太人才会固定将这个润月安置在雅达月这个月份当中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张图 上一集我们也有提到 这里面有给大家很清楚的列出 巴比伦历法 也是我们现今常用的这些说法 犹太人的十二个月份 此外呢 在摩西五经里面 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 其他的月份 我把它用迦南立法这个名字来表示 那其他圣经的出处也同样的列在这张表里面 各位观众 你们也可以成为学习这些月份的一个参考 好 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第二课的课程 圣经里其他的宗教节日 首先我们要来看 在摩西五经里所设立的宗教节期有哪些呢 其实在旧约的律法里面 神透过摩西设立了以下七个节节 要以色列人去守节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逾越节 逾越节主要是在纪念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前一天 天使击杀了埃及地所有的长子 透过守这一个节 却越过了以色列人的房屋 拯救了以色列各家 那在这个节期里面 我发记的就是要拿羔羊血 涂我们的门框门楣 那这跟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贴春年 有什么相关性呢 这个有很多部分 我们的文化有些类似 那我们未来在逾越节的时候 会稍微提到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是除孝节 除孝节主要是纪念在埃及匆忙离开的苦境 当时甚至没有时间让面团发酵起来 而现在的除孝节跟逾越节其实没有分别 几乎都是在一起在度过的 那这个节日在犹太人他们会过两天 一天他们的饮食都是要吃乳制品 不可以吃肉类 第二天的时候他们的饮食都是肉类 那除孝节俨然也成为现在犹太人的一个大扫除 就好像我们华人在过年前 要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 特别这个孝这个字 对犹太人认为是一个罪的意思 然而在新约圣经 耶稣也用了这个孝来比喻天国的道理 这时候这个孝就不是指罪恶了 而是他发起来的一段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生命的影响 可以把天国的福音带来出来 而现在犹太人在过除孝节的时候 有一个仪式 就是说家里的人为了跟小孩子一起来过除孝节 他们会在家里一些隐秘的地方藏着一些面包屑 小朋友就会拿着蜡烛 羽毛还有一个小木池 木汤匙羽毛把面包屑扫出来 来扫在木汤池上 那怎么去找呢 就是点着蜡烛去找 然后最后找出来的这些东西 也是象征性的把家里的污秽 酵全部找出来 最后再拿到住的地方 有一个集体焚烧的地方 就把这些东西全部丢到 那个火堆里面把它烧掉 这就是现在犹太人在过除孝节的情况 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的是七七节 又称为五旬节和收割节 这一天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庆祝小麦丰收的节期 将出熟的麦子献给我们的上帝 各位有可以看到在这一张图里面有摩西的十戒 那犹太人的传统认为在五旬节这一天 上帝颁布了十戒 所以犹太人认为这一天 你要庆祝陀拉律法的颁布 这就是七七节或者是称为五旬节 第四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吹脚节 这吹脚节这一天要呼召人们来反省 还有悔改 预备十天后的赎罪日来临 后来这一天呢 迎着鲁道巴别伦的关系 这一天也变成现在犹太人的新年 那吹脚到底是怎么吹脚 是吹喇叭呢 还是吹脚 还是像我们这张图片所吹的这样的脚呢 到时候我们在吹脚节这一天会有详细的介绍 这个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脚 还有它的吹法 第五个我们要来看的是赎罪日 其实这一天是犹太人最严肃 也是最重要的节日 在这一天大祭司每年一度要进入到至圣所 又献上赎罪祭 向神祈求赦免汉洁净 后来也演变成 在这一天要跟神更深更深的祈求 悔改赦罪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是语祭的开始 如果没有得到上帝全然的赦免 犹太人认为 接下来的语祭上帝是很少降雨的 所以在这一天对于犹太人是非常严肃 也是非常重要 那从这一张图片发现 这个犹太人拿了一只鸡 这赎罪日为什么要拿鸡 这跟圣经有关系吗 我们也要等到未来再上赎罪日的时候 看看这只鸡是我们所说的赎罪羔羊呢 还是赎罪鸡 我们那一天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第六个 祝棚节 祝棚节是一个围棋七天的节期 主要庆祝丰收还有纪念 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住帐篷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张图片 我们有看到这些人手里拿了一些书 还有手里持着一个特别的物品 在祝棚节为什么要拿着祷告书 还有这些物品 甚至你看这个名字 祝棚有没有要搭帐篷 我们未来在祝棚节也会有详细的介绍 甚至祝棚节也好像西方人的感恩节一样 也要感谢上帝给他们的一个丰收和庆祝 第七个呢 则是第八日严肃会 这一天是接续在连续庆祝七天的 祝棚节之后的第八天 所以才会称为第八天严肃会 主要这一天目的是为宗教节期 特别是欢庆的七天祝棚节之后 所做的一个完结结尾 而现在这一天 犹太人也把它当作一个欢庆陀拉节 也是他们过去这一年 陀拉在阅读的时候 到这篇也要告一个段落 在这一天要把所有的陀拉卷 卷到创世纪 做另外一个的开始 这个是所谓的第八日严肃会 未来我们也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设立的宗教节期当中 其中有三个大节期是非常重视的 也就是逾越节 七七节 因为圣经里面在生命纪十六章十六节有提到 犹太南丁每年要在这三个大节期要上四螺去守节 在圣殿完成后 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守节期 这也是我们在路加福音可以看到 耶稣在孩子的时候 他们在逾越节 祝鹏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守节的一个情况 原因就在这里 那在这里我们刚刚提到了圣经这七个节期之后 我要提醒大家想想看 在这里面重复的是什么 改变的是什么 每一年犹太人都要来重复的做这一些事情 改变的又是什么呢 改变的是我们的年纪 改变的是我们的生良 还有改变的是我们的属灵生命 这一些一直在提醒我们 在教会生活有哪些的地方呢 在刚刚的介绍 都是在律法书里面设立的这些节期 那其他的在律法书还有一些节期 不像这些节期我们比较熟悉的 有我们提到的就是安息日 其实安息日是圣经里面最早 也是最长守的一个节日 在每一周的第七天 就是按照神创造天地的第七天来安息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提醒以色列人 不但神将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 更重要的那一天还不能工作 早晚所要献的祭是要加倍的 在安息日经文里面 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 民宿记28章9到10节 生命记5章12到15节 都有提到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在下一集就会特别介绍安息日 此外呢 在摩西律法里面还提到月术 月术这一天是怎么样呢 月术就是月亮刚出来的时候 还没有月亮新月的这个时候 在每个月的月术都要用绞生和增加日常献祭 来庆祝这一天月术 那在圣经里面 在民宿记10章10节 还有28章11节到15节有详细的介绍 那在古时候呢 在每个犹太的村落 都会有两个人观察月项来确定月术 在月术的这一天 这两个人是分别在两个地方 不同的地方来观察天象 如果确定是月术的时候 他们就会来吹脚 来告诉这个村落的弟兄姐妹 已经月术开始了 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 所以刚刚我们有看到 所读的这段经文有提到 要用脚身 也就是这个原因 要告诉百姓们 又是一个新的月的开始 这个月术一直衍生到现在 犹太人他们把这一天 做着一个特别的日子 目的就是要来感谢家里的姐妹们 也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姐妹日 这一天呢 家里的妈妈们和姐妹们 他们不用做家事 不用煮饭 不用洗衣服 不用缝衣服 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妈妈们 有好好的休息 这个传统一直延伸到今天 在会堂里面 他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聚会 也是我们现在所比较熟悉的姐妹会 他们会聚集在会堂 读妥拉 读诗篇 或者是办一些特别的读书会 像犹太人的这些 这样一个特别的传统 也可以提供我们教会 做这样的一个参考 或者是我们基督徒的家庭 我们是不是在特别的时候 可以给我们自己的姐妹 在一个月的时候 给他们好好休息 他们照顾孩子 做家事 工作已经相当的辛苦 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别的 这样一天 让姐妹们 好好的在身体上 在灵里面 有一个好的休息 接下来要看的是安息年 记载在《出埃及记》23章第10节到11节 还有《立位记》25章1到7节 《生命记》15章1到11节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 安息年是每到第七年 百姓不可以耕种田地 或者是修理他们的葡萄苑 其实神要求百姓这样做 是对百姓要学习一个 对神有极大的信心 因为神必须要给他们 有双倍的收成 此外透过安息年 也教导百姓要有一个修根的概念 不是人在活动也要修息 而且在土地他们也要得到修息 不是用一些化学的肥料 让土地可以肥沃 而是用天然的方式 用最自然的方式 让土地修息恢复 在来年的耕种 可以让这些农收 可以有更多的丰收 此外在安息年 智长的庄稼也要分享给囚能 卢卜、客旅 还有同胞 他们彼此所欠的债 也要有一笔的勾销 另外一个特别提到的节级 就是西年 西年是什么呢 在连续的第七个安息年之后 就是经过了四十九年 接下来第五十年 也就是所谓的西年 在这个时候 土地还要再休息一年 意思是呢 就是要有连续两个安息年 分别就是第四十九年 和第五十年 在圣经里 立位纪二十五章二十节到 二十二节这样讲 你们若说 这第七年我们不工作 也不收藏土产 吃什么呢 神就这样说 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要赐给里面 地便生三年的土产 第八年你们要耕种 也要吃成粮 到第九年出产收的时候 你们还要吃成粮 其实这个也是教导百姓 要对神有更深更深的倚靠 也要对神有更大更大的信心 此外呢 在这一年 所有家中的产业或自身 因为贫穷卖出去的 都可以重新赎回 这是记载在立位纪二十五章八到五十五节 还有二十七章十六到二十五节 都有提到 西年的这样一个概念 此外呢 还有哪些节日呢 除了摩西五经所规定的这些节日以外 犹太人他们还多加了两个节日 同样的也记载在圣经里面 这两个节日并没有像摩西五经里所记录下来的节日 有着繁琐的宗教仪式 还有献祭条款等等 因此这两个节日不属于宗教节期 是属于民间节期 然而这两个节期 人就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在这个当中 这两个节期是哪些呢 首先我们要来看普尔节 从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一群孩子穿着普尔节的这个故事里面的衣服 普尔节主要的目的是纪念和庆祝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统治时期 神借着皇后以斯帝拯救他们逃过灭族的危机 主要的内容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来读以斯帝 来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穿着的非常可爱 那到现在犹太人他们在过普尔节的时候 他们都会把孩子打扮成皇后以斯帖或者亚哈水鲁王 或有莫迪改甚至哈曼等等的 所以这一天小朋友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 好像西洋的万圣节一样 但是犹太人他们不庆祝万圣节 而是透过这样的打扮表演以斯帝记的故事 来追想上帝的拯救 还有一个节日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节 圣经里面也只有短短的提到修电节是在冬天的时候 那修电节我们比较不熟悉也比较陌生 这个是修电节发生的时间是在我们两约时期所发生的一个故事 主要目的是纪念马加比这个爱民族的犹太家族 他战胜了亵渎圣殿的叙利亚人 最后收复犹太帝和圣殿 那为什么这边有提到亵渎圣殿的叙利亚人呢 因为这时候叙利亚人当时候用着强横的态度 将猪带到圣殿里面在那边献祭给他们的圣 这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亵渎圣殿的一个行为 所以才造成这样的一个革命行动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张图片 有两个小朋友看着一个特别的烛台 这个烛台跟我们所熟悉圣殿用的烛台不一样 这个烛台称之为修电节用的烛台 里面的蜡烛总共有九支 那这是有一段历史故事 修电节总共庆祝八天 一天点一支蜡烛 第二天点两支 一直连续点到八支全满满 那同样的我们未来的课程 也会特别介绍修电节 还有这个为什么要点八支蜡烛的原因在哪里 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接下来未来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针对几个节日做详细的探讨 我们会针对安息日 逾越节 吹脚节 赎罪日 祝彭节 第八日严肃会 修电节 还有普尔节 那我们除了介绍这些节期之外 更重要的就如同保罗所说的 这些原事后事的影儿 那形体却是基督 记载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 为什么要提保罗的这一番话呢 主要是我们要透过这些节期来看 圣经的律法如何成就耶稣基督 这才是我们的重点 甚至耶稣基督 他跟这些节期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是用基督教的角度 西方哲学的角度看这些节期 倘若我们用犹太人的角度 看这些节期 再应用到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会发现哪些事情呢 这就是我们未来这几集 所要来探讨研究的 最后跟大家做一些名词的解释 这也是我们未来的课程当中 会提到的几本书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介绍的第一本书叫 米士纳 这是犹太人第一本口传律法的编转集 它不是一个单一作者 而是很多的作者 他们把它收集起来 那这一本书 收集的成书的时间 是从西元前两百年 一直到西元后两百年 花了四百年的时间 才把米士纳编转好 所以耶稣的时代 米士纳里面的很多条款 耶稣他们其实是有在遵守的 第二本书称之为 格玛拉 这是一本关于米士纳 这一本书的讨论 诠释 诸解 和它里面神学讨论的编转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本书呢 主要这本书是关于米士纳 而米士纳是编转了四百年的 时间 经过时间的演变 很多的条文规律 因着时间的改变 时代的转换 有些不一样 所以透过格玛拉 来教导百姓 如何遵守这些律法 那这本书的成书时间 就是在西元六百年 为什么会有做这样的讨论呢 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 规定乳制品跟肉不能吃 一直到现在 有很多饮食 譬如我们所熟悉的起司汉堡 Cheeseburger 它是由起司是乳制品 和牛肉加在一起的 所以对犹太人来讲 这是不洁净的食物 他们不能吃 所以在他们新的律法 会做这样的一个诠释 甚至在安息日里面不能点火 那基督徒可不可以点电灯的开关呢 像这一类的他们拉比都会做新的解释 所以他们在安息日是不能点灯的 那第三本书给大家介绍的叫 塔勒木或者是称为塔木的 那主要这本书是什么呢 就是米士拿和格玛拉的合集 为什么要介绍这些书呢 未来会有时候会提到这些犹太经典 透过犹太经典里面的解释 我们可以让观众明白 为什么犹太人这样做 那此外呢 这些书也提到犹太人 如何过这些犹太节旗的方法 所以为什么要提到这些书的原因 也就是在这边 好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再次来到你面前 求你在我们未来的这几集的课程当中 我们明白这些圣经的阶级 求你让我们用一个谦卑的态度 而不是用一个学习知识上的态度 来学习这些犹太阶级 无论是逾越节 五旬节 祝蓬节 吹脚节 赎罪日 第八日严肃会 安息日 修电节 普洱节 这些节旗 主我们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来学习 求你开阔我们的心 好让我们在学习这些节旗的时候 有一个受教的心 看待神你要透过这些节旗 再一次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也透过我们刚刚的分享 先让我们观众朋友 有一个初步的概念 因为神的心意 也是会透过这些节旗显露出来 谢谢你的恩典 再次带领我们 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为止 下一次的圣经中的犹太节旗 我们要跟各位来介绍的是 安息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